彩色干薯是一种新鲜的干薯品种 它外观漂亮,实味佳,肉色艳丽,口感脆甜 同时,它的皮色各异,在同一块土地上 根据植株不同,可以接出不同颜色的干薯块根 有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等等 另外,彩色干薯营养丰富全面 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糖分和高质量的蛋白质以外 还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1、B2、E、K和矿物质钙、鎂、钾等 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彩色干薯属双子叶玄花科植物 它的祖先原始原生的牵牛 经过天然杂交变异和人类的培养选择 就演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育苗前的准备工作 1.苗床建造 要选择被风向阳、土质肥沃、地势高灶、排水良好 靠近水源管理方便的地方建床 2.用腐熟蓝肥做鸡肥 并与床土充分拌匀、平整床面 4周开好排水沟 2.种鼠精选 育苗时应该严格选择种鼠 选用无病而具有该品种特征的干鼠作种 将冻害、湿害、病害 包括经腺虫病、根腐病、鼠温病、黑斑病和破伤的种鼠剔除掉 做到出教时选、进种前选、排种上抗时选 3.种鼠消毒 经过精选的肿苗表面还可能带有病菌 所以要进行种鼠消毒 一般可以采用50%多菌磷或50%脱布精800到1000倍液 进种10分钟即可排种 或排种后用50%多菌磷 800倍液喷洒在种鼠表面 这样既能防治黑斑病 又能进行苗床消毒 效果比较好 排鼠方法和密度 在育苗时排鼠方法和密度是非常重要的 它将会影响到彩色干鼠的出苗率和鼠苗的质量 排鼠方法有斜放、平放、直放三种 通常情况下 以斜放法较为通用 在排鼠时应该把鼠块斜放 头尾方向一致 鼠头压鼠尾三分之一 顶部向上、尾部向下 大鼠在中、小鼠在外 掌握上屏、下部屏的原则 这样可以使种鼠出苗多而且整齐 排种密度为鼠块之间间隔3到5厘米 一般为每平方米12到18斤比较好 彩色干鼠苗床管理要点 一、增温和保温 干鼠在萌芽出苗阶段 管理上主要是增温、保温、 三、醋牙温度要提高到30到35度 二、通风透气 幼苗出土后 在晴朗无风的天气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打开气眼或掀起苗床两头的塑料薄膜进行通气 但是空隙不可太大 同时揭开草莲进行日晒 用苗不能直晒 可用尾莲等物进行遮光 当苗高达到10到13厘米 有6到8张完整叶片时 可以减苗栽种大田 选地整地 种植彩色干鼠 需要选择土质疏松透气性好的土地 干鼠根系和快根伸展庞大 多分布在0到30厘米土层内 所以鼠地更翻深度移25到30厘米 根据干鼠对土壤调进的要求 应该对低产土壤进行改良 在整地前应该根据土壤特点合理是非 坐拢方式与规格 彩色干鼠多采用笼座起其种植 笼座易于灌溉排水 有力防止抗旱 能加厚土层 增大土壤与外界接触面 使土壤昼夜温差加大 有利于根据吸收 同化物积累运转 以及快根的形成与庞大 常用笼做方法有三种 一是大笼在单行 笼距包沟一米 笼高33到40厘米 每笼差描一行 多在于水多或高33ய毂用 或者退落地应用 第二是大笼在双行 笼距与前者相似 但每笼交叉差差描两行 适于密度大 产量较高薯田 三是小笼栽单行 笼锯包钩八十厘米 每笼插描一行 栽土壤平积 土层较浅的山地或者坡耕地应用较多 覆盖地膜 盖磨时,先将薄膜固定在属笼的一头,用土压紧 然后展开薄膜卷,平铺在笼面上,并拉紧薄膜 在地膜两侧覆盖一些土,把薄膜压紧 笼宫内需要留二十厘米左右不盖地膜 以便干薯能够吸收降雨或者灌溉的水分 做好以上工作后,我们就可以把彩色干薯苗移栽到大田中了 采苗技术 采苗时捏住央苗基部,也就是靠近地面的部分 轻轻向上顺利拔起 可避免拔苗时将鼠种带出,影响下查鼠苗的生长 另外,如果采苗后当天不灾叉 可将苗子放入阴凉处或者窖中住藏 一般可保存三到四天 不但不影响灾后成活 而且灾后发苗早,缓苗快 灾植技术 彩色干薯在灾植时一般采用直灾法 用长二十厘米左右的秧苗垂直在入土中 这样能便于央苗吸收下层涂粮水分和营养物质 提高耐旱、耐积能力 灾后成活率高 另外,直插鼠耿短、节鼠集中便于收获 适宜在大部分地区采用 灾植时一般猪距控制在二十到二十二厘米左右 每亩千差四千到五千株 在灾植后应该及时浇一次定根水 保证央苗的成活率 一、前期管理 干薯的前期管理比较简单 只要做好简单的管理工作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灾植后要及时查苗补苗 以保证全苗防止缺猪 尤其干旱、遣灾 更应做好查苗补苗工作 另外,在秧以后 如果遇到干旱 应该及时交缓苗水 以保证秧苗扎根长火 二、后期管理 干薯的生长后期 叶片生长基本停滞 叶片光合作用合成的养分 集中向快根转移 薯块增重迅速 是薯块庞大的关键时期 干薯在生长后期 增重、占权重的 60%到70% 因此 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必须加强 干薯生长后期的栽培管理 保护好叶片 延长其光合作用时间 创造有利于薯块生长的条件 彩色干薯没有明显的成熟期 收获时间要根据当地气候 品种特点结合市场需求来确定 一般可在8月底、9月初开始收获 也可以在10月中旬开始收获 最迟收获期应该控制在降霜之前 禁止在雨天收获 在采收过程中 还要做到清装、清韵、清械 帮指薯皮和薯块碰上 彩色干薯 种植显单、产量高 味道好、营养丰富 生吃熟食都比较好 很受人们欢迎 种植彩色干薯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 具有成本低、消益高等特点 适合在我国大面积进行推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彩色甘薯是一种新鲜的甘薯品种 它外观漂亮,实味佳,肉色艳丽,口感脆甜 同时,它的皮色各异 在同一块土地上,根据植株不同 可以接出不同颜色的甘薯块根 有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等等 另外,彩色甘薯营养丰富全面 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糖分和高质量的蛋白质以外 还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1、B2、E、K和矿物质钙、鎂、钾等 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彩色甘薯属双子叶玄花科植物 它的祖先原始原生的牵牛 经过天然杂交变异和人类的培养选择 就演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育苗前的准备工作 1.苗床建造 要选择被风向阳、土质肥沃、地势高灶、排水良好 靠近水源管理方便的地方建床 用腐熟蓝肥做积肥 并与床土充分拌匀、平整床面 四周开好排水沟 2.种鼠精选 育苗时应该严格选择种鼠 选用无病而具有该品种特征的干鼠作种 将冻害、湿害、病害 包括经腺虫病、根腐病、鼠瘟病、黑斑病和破伤的种鼠 递除掉 做到出教时选、进种前选、排种上抗时选 3.种鼠消毒 经过精选的种苗表面还可能带有病菌 所以要进行种鼠消毒 一般可以采用50%多菌瘟或50%脱布精800到1000倍叶 进种10分钟即可排种 或排种后用50%多菌瘟 800倍叶喷洒在种鼠表面 这样既能防治黑斑病又能进行苗床消毒 效果比较好 排鼠方法和密度 在育苗时排鼠方法和密度是非常重要的 它将会影响到彩色干鼠的出苗率和鼠苗的质量 排鼠方法有斜放、平放、直放三种 通常情况下 以斜放法较为通用 在排鼠时应该把鼠块斜放 头尾方向一致 鼠头压鼠尾三分之一 顶部向上、尾部向下 大鼠在中、小鼠在外 掌握上屏、下部屏的原则 这样可以使种鼠出苗多而且整齐 排种密度为鼠块之间间隔三到五厘米 一般为每平方米12到18斤比较好 彩色干鼠苗床管理要点 一、增温和保温 干鼠在萌芽 干鼠在萌芽出苗阶段 管理上主要是增温、保温、促芽温度要提高到30到35度 二、通风、透气 幼苗出土后 在晴朗无风的天气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打开气眼或掀起苗床两头的塑料薄膜进行通气 但是空隙不可太大 同时揭开草莲进行日晒 幼苗不能直晒 可用尾连等物进行遮光 当苗膏达到10到13厘米 有6到8张完整叶片时 可以减苗栽种大田 选地整地 种植彩色干鼠需要选择土质疏松、透气性好的土地 干鼠根系和快根伸展庞大多分布在0到30厘米土层内 所以,鼠地根翻深度仪25到30厘米 根据干鼠对土壤调进的要求 应该对低产土壤进行改良 在整地前应该根据土壤特点合理是非 作笼方式与规格 彩色干鼠多采用笼座起其种植 笼座易于灌溉排水 有利防治抗旱 能加厚土层 增大土壤与外界接触面 使土壤昼夜温差加大 有利于根气吸收 同化物积累运转 以及快根的形成与庞大 常用笼座方法有三种 一是大笼在单行 笼距包钩一米 笼高33到40厘米 每笼插苗一行 多在雨水多或易烙地应用 二是大笼在双行 笼距与前者相似 但每笼交叉插苗两行 使于密度大产量较高属田 三是小笼在单行 笼距包钩80厘米 每笼插苗一行 在土壤平积 土层较浅的山地 或者坡耕地应用较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